這次在這套戲裏我是做警司 人力之源部的警司 當然是安排很多有潛質的警員 去做一些行動 但沒有那麼簡單 裏面我也有做錯事 做一些不太妥當的事情 當然劇情是峰迴路轉 我不透露那麼多 但我覺得也很有發揮 因為這次不只是做一個正義的警察 當中也會有一些想法錯了 最開心這次真的可以和一班好朋友見 我期待了很久和孫圈合作 Jessica 很欣賞她 以前認識她我們很有緣分 她光顧我買曲奇餅 對 對 我們不是拍劇認識 她的人很好 那時候也跟我有電話聯絡 我跟她說我真的很想有機會和她拍到任何東西都好 即是合作 誰知道今次一見到她 我就抱著她 很開心 喜歡我們有機會 還有啟華 也是我很欣賞的演員 遇到很多好朋友 Bosco 維瑋 以前我們在TVB 都有很多日子一起拍攝 我想今次開工一定是會 電影也好看 演員也會很開心 Jessica 會不會多很多對手戲 會不會有 我當然很想和Jessica有很多對手戲 但我現在都未知劇情是會怎樣 但我覺得不要緊 就算一起開見到已經很好 因為她是一個很好的傾訴對象 她很好 我覺得很爽 其實都挺適合我 跟我性格都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哇 可以見到她已經很開心 那時你在曲奇餅 她幫我買 她又會講一些意見 她喜歡吃什麼味 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大家一起分享 她真的很好 總之我當時覺得 你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人 即是有些什麼問題 能達到這個問題嗎 又不是的 那時我們很久沒有聯絡 但那時我做家裡餅 我很記得 然後逢是過時過節 她都會WhatsApp我 我想訂一些餅 我就親自幫她搞的 我親自安排所有事情 我覺得可以 當時是說 我可以跟你 你服務已經很開心 那是否收拾申請 媽媽的事都是要收拾的 因為心情是要收拾的 今天我可以出來見大家 其實我覺得是媽媽都爽 我覺得我媽媽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一定是不會忘記這件事 亦都是很難去撫平傷口 一定是 我想我爸爸過了生二十年 二十年 他是零三年離開的 我其實現在都很想念他 但是當然了 二十年後的我 我不會突然間會哭 我不會說去到 情緒很差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 去了一個很安樂的地方 但是我媽媽剛剛發生 我不敢想像 我會怎樣逃出這個難關 我不敢想像 但是我知道他是不想見到我這樣 因為他知道我身體不好 他經常都很憂心我這件事 所以我 今天其實我不想 會很悲傷 那種 我是覺得正能量 我要做好些 因為媽媽 一向是我最好的支持者 她是我最強的後盾 我無論做什麼劇集 拍什麼節目 做直播 最近我做很多直播 其實他都會看的 他真的很疼 他是那種 無論幾點 他都會看完我的東西 一個這麼支持你的粉絲 我覺得現在只是換個方式 他是在天上支持 他是在天堂那裡 在享福 去支持 那當然我很想念他 但是我如果 我想和他聊天的時候 我會望向天空 我跟他說 今天做了什麼 我今天 對了 那 那 那我 我不想他擔心我 主要是 還有我想做好些 我做媽媽的角色 我自己也是媽媽 媽媽 我是他的女兒 我是太太 我是演員 我是 什麼角色都好 我想做好他的 我覺得他現在可能在我們身邊 在我們身邊 他看著我 他不想我令你們擔心 所以我 今天很想 告訴大家 我可以的 我會 我會 努力做事 做些成績 給媽媽看 那 他才覺得 覺得我厲害 有沒有這幾人 夢見到媽媽 媽媽就是這樣 我有沒有夢見過 有 有夢見媽媽 我亦都很想夢見 就是我 我頭一天他走了的時候 我夢到少少 都是他在夢中開心 不是傷心 痛苦 接著到 之後就沒有了 那幾天都沒有 我就反而 我在想 媽媽你是不是不想念我 為什麼你 你不在夢中找我 一直很期待 期待到 是很心急 然後到 前一晚 他做夢 我做夢見到他 竟然是 可以抱著他 然後 對 對 對 我和我兒子 抱著他 但我夢中知道他離開了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他 因為 他穿回來的衣服 都是 他臨走的衣服 那 他是笑著 就是 打開手 我兒子就衝過去 叫他 婆婆婆婆婆婆 然後我就衝過去 說 I love you 我愛你 就是 我是瘋了 我覺得這個是 釋懷了我的心情 然後 媽媽走過來我身邊 跟我說了一句 就是 捉緊我的肩膀 就 跟我說 你 記住我說 你慢慢來 這樣 我覺得這個寓意是很好 他叫我慢慢來 因為他知道我一向做事很心急 很快幫他搞定 就是 我是一個行動力很強的人 他可能擔心 我只顧著 搞他的身後事 我不理自己不吃飯 不理身體 而這句慢慢來 我也在意味著意思 我覺得 反而 另一個意思 都是說 你慢慢去接受媽媽 已經上了天堂 你要慢慢接受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跟他一起努力 他一定是不捨得我跟兒子 就是孫子 他 他都這麼厲害 跟我說慢慢來 他說完慢慢來 他說完慢慢來 他就走了 那我覺得是 他 他 對 這句話是很深層的意思 你自己最想跟媽媽 都是叫他不要擔心 叫他要 其實我在醫院的時候說了 我已經 對不起 謝謝 就是我在 我在醫院的時候跟他說了 我好像一個 很擔心他不知幾分鐘後會離開 我就一掠嘴在那裡 就是交低 我不是哭 我是正能量 我還說其實 我都不想讓你離開 但是如果離開 不要緊 我們的宗教的信念就是 我們會在天堂相聚 其實只是你快了少少 離開 我說你在天堂安頓些東西 我說我們會見回來 還有我爸爸都過世 我說爸爸都在天堂 你跟他見回來 我這貓貓最近又走了 我說你們全部都可以見回來 變了媽媽其實很安樂 然後就很快 他就已經離開 我是交低殺 還有都給了他見紫樂 孫子都見齊了 其實他是很安長 還有很放心 他是很舒服地離開 沒有痛苦 我們是幫他按摩地離開 其實是很有福氣的 你問我 是齊人 是齊人 我們是齊人 醫生護士所有的人都很疼他 我覺得這個是福氣 真的 媽媽人緣很好 很多人疼他 那我最想和媽媽說 你真的不要擔心我 我會做一個很好的人 去報答你 要顧著自己身體 這個是我主要 我相信他都知道 因為那段時間 我都跟他聊了很多 那姐姐知道這件事 和他有沒有做聯合友和媽媽嗎 兒子一定知道 因為他都在醫院陪了他 都有幾天 臨走那天他都有在 但是 要一個七歲的小孩去面對生死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我剛才那天 我的貓貓就去世了 其實我兒子也有送貓貓走 因為我也想讓他學習生死 但是我沒有想過婆婆這麼快 這個還要是這麼重要的人 這麼愛的人 那兒子反而很正能量 還有他的心理質素是比我好 但是不代表他不傷心 其實他都是我媽媽抽大的 其實他很傷心 但是他很厲害 他是沒有什麼哭 而且不停地跟我說 媽媽 你仍然有我 他說你還有我 我們只顧著婆婆 我們換個方式 我們看他的照片 看他的照片 一個七歲的人可以這樣 我真的沒有見過七歲那麼生性 他說完我還哭得厲害 我覺得 為何你會說這些話 他安慰我 其實他很傷心 媽媽不走前那一晚 他哭了一個小時 他自己在哭 但是他未知他快要走 他說我不捨得婆婆 他說我可以讓他回來 你可以叫上帝多給他一次機會 我以後聽話 我說上帝有他的安排 我就算走了 他也會回來 我們一起 他說我想他買魚 吃魚 媽媽很喜歡買 漂亮的魚給兒子吃 他說我很想他買 我相信這個思念 我們要化為力量 現在 因為你知新老病死很無常 我們大家都有父母 都是必經的 就是會是 每個人都要經歷 當然我現在爸爸媽媽都離開了 我覺得 只是覺得 當然是未夠時間去孝順他們 但這個我們都選擇不到 人是很無常 所以多些去抱你們的爸爸媽媽 我也有寫出來 多些跟他們說我愛你 不要節省 我們是沒有節省過的 我媽媽病這麼久 我們是 嘩 我兒子一見到他就疼十口 我愛你婆婆 我們是充滿愛的 因為 當你離開了 你就會覺得很遲 所以 我以前對爸爸是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不流行這些 但我生了兒子之後 整體改變了我 因為我兒子是一個很有愛的小朋友 一見到我媽媽 我愛你 我愛你 他抱著你 你覺得 嘩 就算你病 你也不會覺得有什麼 所以我媽媽是最捨不得 除了我應該是孫子 所以在病床的時候 我都 希望他放學 都帶一帶他去 他很正能量 在婆婆裡 背九陰歌 跟他讀聖經故事 我兒子 好像沒有什麼 我兒子 不會很傷心 很大件事 但他的心理質素很厲害 其實他的心是很痛 但他知道如果他傷心 我又擔心他 沒有辦法 所以我感恩生了一個 小天使出來 如果不是我這段時間很難過 當然有我老公 很強勁的支持住 他的心靈 但這件事 我希望今天做事 是 回來做事的時候 我希望未來的日子 都是 我的信念就是媽媽 其實是看著的 你不要這樣 要提起精神 要走出陰暗的心魔 不要再跌入谷底 因為谷底我已經跌了 我已經沉淪了這段時間很久 但如果再這樣就會抑鬱 不可以有病 搞了出來就糟糕 幸好我也是一個 樂天的人 本身的底 所以有很多同事 我和很多朋友的關心 所以我都代表媽媽 謝謝你們 其實她現在可以的 月尾會有一個安息禮拜 月尾 都是採用基督教儀式 我找了一個教堂 是一些很寧靜的 要過年了 因為 期期是很難預約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她們說過年才有期 我就覺得很溫 因為大家都希望過年才搞 這件事 關照她的委員 她其實走得很突然 她沒有交下任何事 但我們知道她的性格 我們知道媽媽很喜歡靜 乾淨 她的家 我現在回去看 很乾淨 全部合作的東西分開 很整潔的 收納得很好 所以她是不喜歡吵 喜歡整潔 喜歡花 我在教堂會有很多白色的花 她最喜歡花 我會很漂亮 我會搞得很好看 我令到她的朋友親戚 都會看到她是很安長的 很安樂的 很完美 所以我跟媽媽說 你有我在 你不用擔心 我會搞定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